HELLO 大家好,我是Dora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拍攝每月最愛 所以這次就有一次過趕四月到六月的最愛 第一樣就是The Body Shop的眼睛 它是全透明的,裡面就是一種啫喱狀 我有時候眼睛很累,但又不想經常用那些蒸氣眼罩 我就會用它,點一點點眼睛,按摩眼睛 然後按摩時就會覺得很暖和發熱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當我不是很累很累,一定要用到蒸氣眼罩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它 第二樣就是一個護髮產品 它就是L'Oreal 花香味的護髮油 但不知為何我覺得它沒有跟我之前買的YSL的香水 是近乎100%相似的 都是那種甜甜的花香味 我洗完頭,趁它乾了一兩成的時候 就是會用這個護髮油 是擠兩至三泵的 如果你的頭髮仍然濕緊的時候 你擠多一點的話,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會黏的 但如果你是乾髮的情況下用它 就要小心一點的份量 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有用的話 頭髮會有光澤一點 而且會順滑一點 第三樣就是Origins的靈芝菇面膜 這個應該也挺有名的 靈芝菇系列也是它這間店的紅牌產品 我是之前SOGO的時候 才第一次接觸到它們的產品 我買了一套面膜回來 其中一支就選了它 它是特別貴的 $380一支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敷完之後 我看到你的臉是很白 白了至少兩度左右 整個臉好像發光 剛剛敷完的時候 我覺得皮膚很漂亮 而且第二天起床 就發現這些暗粒 是明顯地收細了的 它的味道我也覺得挺討好 因為它裡面是有少許分衣草的精油味 我一開始聞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刺激 不習慣的 但聞久了之後 就覺得這種味道也挺舒服 它的質地是很軟很容易推開的 不過洗的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多數都是用一張紙巾 濕少許水才抹走部分 才用它去洗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洗 來到化妝品的部分 第一樣就是這個 Covermark的草本粉底 我一開始就先試用它這個 sample 用完之後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買了它的大大小 我是一個光機 我買的時候 是冬天尾還是有少許涼爽的那段時間 它在我身上是不會有光紋 不會浮粉 它的滋潤度是很好的 但同時它不是那種很厚的粉底 它的遮瑕度算是比較好的那一堆 而且它很長長的 我之前上班的時候 下班還要跟朋友去吃飯 化妝起碼有十三十四個小時 回到我家裡 妝的完整度起碼有八十九成 除了暗瘡印會比較明顯 你不會覺得妝會特別套得很厲害 而且就算你的臉 開始覺得有點黏著 有點乾 但它也不會有任何浮粉 這就是我這麼喜歡它的原因 喜歡到我真的買到它大大小回來用 但我連這個都還沒用完 很耐用 下一個就是Apple House的這個眼影盤 裡面除了有三個紫色系列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日常的顏色 比如啡色 一些偏橙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挺實用的 我一開始不敢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很怕它會顯色度不夠 但我看到YouTube上面的那些試色片 我就覺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賣不得 然後買回來之後 真的沒有令我失望 尤其是它這個紫色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它是紫色得來 你不會覺得很難carry 而且是夏天也可以用到的顏色 比較少女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頭這個顏色 看起來好像很難用 但塗出來是很漂亮的 有一點綠色的偏光 這一盒的顏色 我覺得是它整個系列裡面最漂亮的那一盒 我覺得買了真的不會後悔 又來到我這個唇膏 好分享唇膏的時候 這次也有三支 第一支是chanel的這支19號色 很溫柔的奶茶色 它的顏色是有少少透的 但不會透到遮不住你的唇色 它裡面是有少少少少的閃粉 不是很明顯的那種 但你自己照的時候會看到 所以會有一種可以自追的感覺 第二支是L'Oreal最近才新出的304 這支的質地是霧面的 它的顏色是比較偏橙的奶茶色 有些人會稱它為泰奶色 它是很實色的 很輕易就可以遮蓋到這個唇色 最後一支就是Ocue的這支Trulipstick 顏色號是VR02 這支也是很有名的顏色 但這支其實不是我最近新買的 是很久以前買的 我最近拿出來使用 我覺得驚為天欣 不知為什麼我剛剛買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漂亮 但我最近拿它出來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漂亮 這支也是在網絡上 我提名為奶茶色的 但我覺得它是比較偏粉的 不是那種橙橙的 啡啡的奶茶色 我會形容它是玫瑰粉色 裡面帶了少少的橙調 是很白搭 你揹著眼妝 我覺得搭配它都很OK 它的質地是那種很順滑 很creamy 很滋潤的 一點都不乾 而且有少少玻璃嘴的感覺 很多人都說它跟MAC那支MOKA很相似 但我兩支也有 就覺得不算太相似 MOKA那支就再偏粉一點 沒有什麼橙調的 而且比較深色一點 最後就跟大家分享我之前買的三支香水 其中兩支就是JOMALONE之前4月的下輪版 黃色這支就是雞蛋花 是今年才新推出的味 而綠色的這支就是星玉蘭 其實不是新味來的 之前也有出過 閒涼包好像不知一次還是兩次的同一種味 不過今次就轉了一個綠色的新包裝 綠色這支就是帶少少濃烈的花香味 它濃得來有少少清新的味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反正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好聞的 花香味 而且我一開始是覺得它三支裡面最好聞的那支 所以我第一支就買它 但後來我去其他店裡試聞的時候 又覺得這支也很好聞 它也是花香來的 但裡面就加了一些好像奶奶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感覺上很容易令人親近的味道 最後一支就是Mark Jacobs的這支乳味的香水 我一開始給它吸引到 不是它的味道 是它的包裝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藍色的 它四四方方的 然後透明的 還要是藍色的液體 我就讓它深深吸引到 然後一聞之後覺得不得之了 它不是那些很大眾喜歡的那些甜味 或者是花香味 我想大家想像中的味道 都是下完雨之後那些清草 很清新的那些味道 但它不是的 其實它一開始聞的 但一下子你不會覺得它是很聞的 會立刻放下它 但你越聞就有一種好像上了音的感覺 有少少像BB的衣服 但就不是那些真的好BB的味道 就是那些Friend 我有時候聞它聞到 我男朋友說我好像很吸毒 它是一點都不耐用的 可能兩三個小時就幾乎聞不到 靠很近很近才會聞到 別人未必會聞到 我身上有香水味的 這個是我覺得唯一很可惜的地方 但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很香很舒服 而且它的味道是比較中性 我覺得男生女生也可以噴到 好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其實下次的最愛片 我也不知道會有多久 因為我最近也沒有買東西的意欲 也沒有什麼心情 所以下次的最愛片 可能又是隔兩至三個月之後 才集起來一堆 但如果你們有什麼送我拍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想知道我最新動的 還有看多些護膚品、化妝品的話 都可以放在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為甚麼